大家知道 一个人的身体好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百万富翁嘛 在美国有一个医生 他告诉我 在医院里换一副眼角膜 美金是两万五千元 换一个心脏是九十九万七千七百元 换一个肝脏是五十五万七千一百元 换一个肾脏是二十六万两千九百美肝 如果你没有病没有痛 你的肝脏丝毫无损 你就是一个百万富翁 所以赚钱不要拼命 别和身体过不去 我们要珍惜肉身 我们的身体是父母亲给的 我们拥有了身体 拥有了美好的身体 实际上我们就是静着孝道 因为伤着而生 痛在良心 我们学国人首先要懂得孝道 所以不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 你们就是孝子 一件事情 想通了 天空都是灿烂光明的 一件事情如果想不通 那你就是生活在地域当中 我们既然活着我们就必须要活好 关键是在生活当中要懂得人要有修为 要注意太在意身边的琐事 会因小失大 很不好得不上失 对别人的过错耿耿于怀都是不好 对周围一切的事情过于敏感 会伤到你们自己 对传言的信息 你虚解了 夸张了 会造成你心灵的创伤 实际上你是用一种狭隘的 幼稚的认知方法 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可怕的心灵的监狱 自己会让自己活得很累 所以台导说 让自己活得很无奈的人就要改掉以上这些毛病 不要给自己编造一个痛苦的人生 因为人的一生就是注定了你烦恼 既然到了人生 你就没有一天离开烦恼 随着一生气哭 带着一生的烦恼 最后无奈地离开了人间 所以学博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人生 对于事物的认知方法和反应的方法 我们要来避免烦恼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学菩萨的海纳百川 大慈大悲 这样我们可以在人间的世界当中畅有无阻 我们会排除一切的烦恼 让我们的心灵真正的得到解脱